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说 95后爱国货 最近网上流传一张图引发热议 说70后的购物车都是老牌国产 80后的购物车变成了国际品牌 而95后的购物车又是新国货品牌 95后如此热衷国货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三联生活周刊 封面话题国货弯道超车 2019中国消费品牌发展报告就显示 95后对国货的认可度 已经超过了进口品牌 以化妆品为例 某一个国货品牌 95后的粉丝呢 它占比将近40% 远超国际大牌 最近发布的2020中国品牌榜单 也指出一些新类国货 从网店开张到销售破译 最快只需要七个月 国货热销 首先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一届国货 更善于跟年轻人打交道 国货呢 成了国潮 你像故宫作为国民大IP呢 也不再满足于文创 他做起了口红 眼影 就连这个敦煌啊 也做不出啊 也进行了各种跨界联名 还有一个因素呢 就是渠道 过去这个国货受限于 制造业啊 还有销售渠道啊 更像是一个个区域品牌 在扁平的电商时代 国货有了成为全国 乃至全球品牌的可能性 还有一个因素 当然就是品质 95后 没经过质量万里行 到处打假的一个时代 对国产评价呀 它很正面 他们用完国货之后 发现完全不输给 进口大品牌 慢慢呢 那就成了国货粉 专家表示 眼下呢 正处于国货消费的爆发期 中国人均GDP呢 首次突破一万美元大关 到二零三零年 中国将贡献全球消费增量的 百分之三十 要不说 九五后热爱国货 国货品牌 大有可为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前不久 全国首针国产二架 宫颈癌疫苗 在湖北妇佑保健院开打 这就意味着 备受关注的国产宫颈癌 正式宣告落地 接种着第一针的 是湖北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 可可 她的妈妈呢 是产科的医生 也一块接种了这疫苗 可可妈妈就说呀 身为医护人员 她很清楚 疫苗越早接种 这效果呢 就越好 这一回 能够和女儿 作为国产宫颈癌疫苗的 头两位接种者 她感到很幸运 宫颈癌 是目前唯一可以通过 接种疫苗 来预防的癌症 在国产疫苗落地之前 咱们这能接种的呢 都是进口的 二价 四价和九价疫苗 最近这几年 他们这个预约的热度啊 是居高不下 尤其是九价的啊 因为这个预约太火爆了 很多人呢 排不上号 有的人呢 甚至就因为一拖再拖 超出了他适合接种的年龄 有专家说 二价和九价的保护率呢 其实相差并不大 只有5%左右啊 都可以预防 大多数的相关癌症 没必要为了这 5%的保护率 去冒更大的患癌的风险 此外 同样是二价 国产宫颈癌疫苗 和这个进口的疫苗呢 对高致病病毒的保护率 那是完全一样 但国产的优势呢 它就在于 它和人体的契合度更高 更安全 定价呀 便宜 只有呢 进口的呢 一半 三百多块钱呢 而且呢 九岁到十四岁的孩子 只要接种两次 就可以完成 全部接种的疗程 性价比显然更高 所以啊 接种国产二价 不是为一个更好的选择 不过呢 专家提醒 宫颈癌疫苗的接种啊 并不能一劳永逸 还是得做好 常规的筛查呀 预防啊 要我说 国产公颈癌疫苗落地 为国人健康提供了 更大的助力 好 接下来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 国家药监局 发布了一个修订稿 对现行的药品说明书管理 进行了修订调整 其中啊 就强调如果说明书存在信息不准确 不真实 或者呢 存在误导性 没有提供足够安全性信息 警告信息 那么这个药将被判为假药 要易于处罚 用药安全 那是直接关系着公众的健康 数据就显示 2019年全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络 收到了150多万份报告 其中呢 有不少都是因为药品说明书不规范而导致的 这当中啊 儿童 那是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的重点人群 比方说 有一款中药注射剂啊 引用而使用之后呢 屡屡出现不良反应 它的说明书就不够规范 什么化学成分啊 禁忌啊 都写的比较笼统 不够全面细致 现在 药监局新修订的规定呢 就是要对药品说明书啊 进行规范 既要包括药物研发情况和科学激励 也要包括使用方式 以严谨精炼的语言 来全面介绍药物的情况 那只有这样 才能安全有效的来指导患者用药 此外 这通知就要求啊 今后啊 要对新药说明书进行动态管理 什么意思呢 以往很多药物说明书 对于不良反应啊 副作用的说明啊 常常是不详或者呢 尚不明确 但按照这一次新的规定呢 这一类的字眼可以用一时 但不能用一世 你一款新药上市 由于使用的人数不多 在短时间之内 或许啊 是没有不良反应的报告 但之后如果发现了 就必须及时提交申请 对这个药物说明书呢 进行修订 这么一个动态管理 那无疑就推动用药安全一大步 在这我们就想说 对药品说明书 加以严格规范 那就是给公众健康 吃了一颗定心碗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 新周刊文章标题 后浪高校来了 2020年高校界 涌现出了一股 充实强劲的后浪 首先呢 就是一批独立学院 它转正了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它改为南京传媒学院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转为浙大城市学院 今年上半年呢 有十几所学校 完成了华丽变身 这不仅仅是名字的变化 还意味着曾经 这个依附于母体高校的 他们正式成为独立设置的 本格院校 走上了新的赛道 还有第二波后浪呢 就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双杀组合 你比如 三西这个农业大学和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组成了新的山西农大 高校提供声援 科研机构呢 提供科研力量啊 强强联合 那实力啊 杠杠的啊 除了一对一牵手合并 还有另外一种趋势 那就是多所高校啊 抱团 高校联盟 就相当于啊 几个学霸建了一个群 大家呢 互相帮扶 共同进步 前面就 成余地区啊 双城经济圈 高校联盟成立 他这个体量就很强壮啊 有老牌名校 有特色高校 足足有阿什索呀 除此之外 还有长三角高等 工程教育联盟 中国西部 中医药高校联盟等等 集体发力 将会建起不小的浪花 这就叫奔勇吧 后浪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这对异地恋的情侣 分隔两地 不忘秀恩爱 他们各自 每到一个星的地方啊 都发一张自拍 发给对方 然后呢 拼在一块 假装是云同友啊 吃了什么美食 也要互发 假装云约会 瞧这一波波 这个狗粮傻的啊 分开旅行也形影不离啊 商场顶部的巨大电子屏 正在播放海浪翻滚拍打的画面 整块屏幕仿佛变身为巨大的水族箱 里边装着一大片的汪洋 似乎下一秒就有巨浪袭来 都市虚拟冲浪 玩的呢 那就是心跳 国外一位老爸 马克啊 花了几十个小时啊 为孩子呢 建了一座大型的玩具城堡 从翻土到巨木材 再到搭建上色 都一个人完成啊 城堡里的鞦韆啊 堡垒啊 潘岩墙啊 一硬俱全 两个小家伙呀 玩的是不亦乐乎 老爸马克搭城堡 这也叫马到成功 山东之伯一位女士 因为和男友分手 哭了整整三天 在听说前任没有难过的迹象后 他买了一吨洋葱寄给前任 想让他呀 体验体验 流眼泪的感觉 还嘱咐商家 绝不能退货 您瞧瞧 都出动小库车来送货了 快递小哥搬了四十多趟 才算搬完 无奈表示啊 前男友哭没哭 不知道啊 我已经被熏哭了 有人开玩笑说 这是感情里的城门失火 殃及小哥呀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前不久 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发布通报 此前失联的驿庄飞行员被找到 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驿庄飞行 就是飞行员从高的地方 比如山顶 高楼 大桥 飞机上 直接跳下 然后呢 借助身上的驿庄来进行滑翔 飞行过程中啊 他要用这个肢体啊 来掌控方向 身体下落的最高速度呢 可达每小时五十公里 前进速度可达每小时两百公里以上 都快赶上高铁了 飞行到一定高度后 飞行员要在短时间之内调整姿势 并打开降落伞来着陆 这整个过程 惊险刺激也危险重生 地理环境 天气因素 操作失误 降落点偏差 这一切呢 都有可能带来生命的威胁 这一次遇难的飞行员 他的队友就说 他在飞行过程中 遇到云层遮蔽到了视线 偏离航线才失联 另外 根据官方通报 这名飞行员的降落伞 没有打开 有人统计了一份 异装飞行死亡的名单 因为降落伞 没有打开遇难的有八十人 这项运动的死亡率 呈一度高达百分之三十 其中呢 还有一些 没有经过训练的野飞者 有专业人士说呀 异装飞行之前 必须要充分考虑各种条件 比如起跳地点 还有气象条件 装备 身体状态等等 要我说 比起冒险 理智 克制 也考验勇气呀 好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 新周刊文章标题 今天你买头盔了吗 最近头盔成了爆款产品 朋友圈的微商 不卖面膜了 卖什么呢 头盔 某电商平台 以前这个头盔只卖二十 现在已经涨到了一百二了 很多实体店 头盔缺货 想买呀 得排队 有的甚至呢 还实名限购 可以说 这个夏天 头盔先热了起来 这头盔涨价的背后啊 是它的硬需求 上个月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在全国开展了 一盔一袋的守护行动 盔呢 就指头盔啊 袋呢 就是安全带 随后各地加强执法 发现不戴头盔的 就要进行处罚 据统计啊 目前我国摩托车 这个保有量啊 九千万辆左右 电动车那就更多了 都突破了三个亿了啊 在由他们引发的交通事故当中 大概有八成都是啊 这个乳脑损伤 如果正确佩戴头盔 那么伤亡的风险 会大大的降低 可是呢 在这个大街上 戴头盔骑电动车的人 那是极少数啊 这一次的守护行动 就是要督促大家 要养成安全出行的好习惯 这一次的头盔新政 让市场缺口 那就突然显现出来 根据这个估算啊 头盔需求缺口啊 剩亿个 目前一些企业呢 正在开除马力 加紧生产 头盔成了爆款 这就叫交通安全 那是头等大事 好 我们来介绍瑞茨 美颜 美颜法 现如今不少人拍照 拍短视频啊 都离不开这个美颜滤镜啊 让自己眼睛大一点 脸蛋小一点 努力呢 以更好的形象 展示在别人的面前 那以前没有滤镜的时候 你又如何 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呢 不少人啊 都惯用一种美颜 美颜法 就是通过优秀的语言 艺术来重新定义 审美标准 从其他角度啊 来寻找 自个长相的优势 比如 皮肤黑 那就叫健康的标志 脸蛋圆 那就是福气的象征 长得矮 那浓缩才叫精华 还有什么大鼻子啊 叫有才育 大嘴呢 吃四方 总之吧 就是想方设法 把不满意的长相 就通通给它美化成 各顶各的优点 这种美颜 美颜法 还有一种高端模式 古语叫 不凡之子 必义其生 就是说 长相越奇特越怪异 那就越有可能是 天选之子 比如 眼睛里有两个瞳孔 长得怪吧 那是帝王之相 西楚霸王项羽 南唐后主李毅 那都长这样 但放到今天 其实呢 那是有病之相 叫白内障 还有包牙 是孔子同款的 生人之相 还有骨头突出 那是朱元璋 同款的神人之相 这美颜美颜法 这叫什么呢 听君一息化 圣美十几言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直播打赏 前几天 针对未成年人付费游戏 直播打赏等问题 最高法发布了指导意见 明确规定 未成年人在直播平台打赏 父母要求平台返还钱款的 法院应该支持 近些年来 未成年人在网络游戏当中 大额充值 还有打赏主播 引发不少的纠纷 这个疫情期间呢 一些孩子上网课的时候呢 他也偷偷地玩游戏 还有呢 观看网络直播打赏 用的呀 都是父母的支付宝银行卡 最高法就指出 未成年人充值打赏 如果花的钱 这数额太大 跟年龄啊 智力不相符 那就属于效力待定的行为 如果父母不同意 那就是无效 应该退款 看来啊 未成年人随意打赏 这是呢 要打住 好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啊 浙江人大审议通过了 浙江省公路条例 这条例呢 明确规定 对停留在高速公路主线上的 故障车辆 事故车辆 那高速公路经营管理者呢 应当及时免费拖拽牵引到 最近的临时停放处 条例呢 将从9月1号起开始实施 高速公路免费轻障救援 被纳录到地方法规 这对车主来说 无疑是好消息 以前呢 提到这个高速轻障救援 咱们脑海当中 首先浮现的呢 就一个字 贵啊 因为收费标准不透明 再加上又垄断经营 这些年来 全国不少地方都出现过 高速天价救援的事件 你像去年年底 在湖南衡阳 一辆货车在高速公路抛锚 竟然呢 被索要20万的救援费 车辆出现事故 车主已经够倒霉 再来一个天价救援 那属于趁火打劫啊 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对此呢 有人就说 车主缴纳了税费 车辆上了高速 又交了高速通行费 那么当他们的车辆 发生事故的时候 就应该获得免费的救援 这也是高速服务的一部分呢 现在浙江率先明确 高速轻障救援免费 那就带了一个好头 将高速救援 从市场化的服务 变成了一项公共服务 这就有助于 厘清责任 保障车主的合法权益 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要我说 高速免费轻障救援 这也是一种轻障啊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